晨晨,你是要做反贼女王还是反贼王的女人呀? 就不告诉你,就不告诉你,就不告诉你 哈喽,大家好,我是晨晨 我这两天没事儿啊 我在这个国内的小红书上看过有一个人吐槽 这个女生呢,她翻了她小侄子的语文教材 小学三年级啊 然后呢,五年级的这个作文卷子 三年级的语文教材 她说她感觉现在中国的这个中小学语文教育 核心任务不是让你识文端字 也不是让你培养你的表达能力 情感能力,思辨能力 她个人认为现在中小学语文教材 你大眼一瞅 核心任务之一就是训练 长期训练,重复训练 逼迫着小孩学会撒谎 吹牛,还有这拍马屁啊 哎呀,那站在缠缠的角度 其实我个人啊 我非常厌恶小学课本里头那种花里胡哨的比喻啊 说的天花乱坠的 比如咱举个例子啊 给我们亲爱的,可爱的,伟大的,英俊的 为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矣的 周总理献上花圈 敬礼 你说,你就不能把这句话说成 给我们什么什么 那个什么周总理 周恩来献花圈 就把那些形容词都取消了 我特别讨厌这些花里胡哨 煽情的东西 这些东西以后啊 长大以后你就会学会 对吧,你给孩子从小训练这些 那训练出来都是什么啊 什么国庆几十年致辞 亲爱的,伟大的主席 亲爱的人民 中华人民共和国,共产党 伟大的共产党 是你们含泄如苦的 是你们一把食一把尿的 是你们培养出来的我们 就这些噩了吧心的话啊 就那拨人都说得出来 我现在,我感觉我对这个东西 接受无能啊 如果早几年还可以 那你说这个教育 到底应该教育成什么样的人啊 应该怎么教育 我觉得就是 你像就是西方的教育 他从小实际上这个孩子 最根本的是建立一种 构建认识世界的能力 就是先认识世界 自然界啊 就是万事万物 这种一种客观存在 然后呢 再是这个认识人类社会 然后才是这个人与人 第四呢 就是认识自己啊 最次最次 才是具体的这个技能 是怎么样的 就是他是从一种 很宏观的角度来教育呢 爱的教育 兴趣教育 自我探索 自我发现 那中国搞什么啊 你看看这个课本 一直都是在强调 一种秩序性 等局性 服从性啊 仇恨性 撒谎性 马屁性 机械性的重复的做题性 那其实你就 你就能看出来啊 就这样的教育 实验长了以后 有时候我就会在想啊 你说我们之所以 有什么中小学 有九年义务教育 然后上高中 本质上你这么多年 你有没有在思考过 你到底在学什么 我觉得可能很多人 都没有思考过 因为大部分人都觉得是 这个一定要上学 上学考上 好高中 好高中 好大学 好大学找好工作 好工作赚多钱 对吧 那至于为什么要学习 或者自己到底学到了什么 很多人是麻木的 很多人是默不关心的 很多人是昏昏噩噩的 很多人觉得 学习哪有什么实际意义 不就是为了考试和赚钱吗 对不对 然后让我看来啊 其实首先你应该是 去自我剖析 对吧 那你像什么亚当斯密啊 米塞斯啊 哈耶克呀 弗里德曼呢 这些先者和大师们 对吧 他们呢 很多人 你看到没有 是通过自学 然后呢 再加上这个能力和运气 获得的 那至今呢 其实我都非常非常感谢 亚当斯密啊 哈耶克这些 经济理论呢 社会理论呢 经济学 社会学 思想界的这些大师 对吧 我通过阅读他们的著作呢 给我打开了一扇窗啊 那即使很多观点呢 也都是源于 读了他们的著作以后 形成的对经济 对市场规律 对世界 和对自我的这种认知 是他们的书帮助我 形成了这个思维逻辑的底色啊 而不是说中国的这个语文读物 还是什么这个语文课本啊 什么十里长街宋总理啊 这些的啊 或者是什么陈舍世家这些 这些东西对我的逻辑塑造的成分为零啊 你现在回想起来 如果让我去回想 从小学到高中 我到底学到了什么 那我觉得其实你看 无论你在小学高中 你学数学 学物理 学化学 他们这些学科啊 对个人的逻辑思维的锻炼 我觉得是非常少的 我觉得做题跟逻辑思维锻炼 它是两码式 这些东西 就这些做题的东西 只让我学会了应试教育 它并没有体敌我 启发我 让我思考自己的这个思维过程 相反我觉得 在中国这个学 这个上初中的时候啊 学这个数学 学物理 我觉得挺痛苦的 然后我也不知道 学这个的意义是什么 我只知道啊 这个东西就是考试嘛 你得考一个好分数 也没有什么喜悦啊 考高分也没什么喜悦 也没有觉得啊 我从中有所思 有所获 没有任何发自内心的声音 我小时候我就在思考 我不喜欢数学 你让我学数学 意义何在 那学这个东西是干嘛的啊 难道我就是要学会 解这个平面几何题 立体几何题 对不对 我搞不懂我为什么要学这个 而且你看啊 就中国的这个中小学 还有语文历史 这种僵化的观书 你在学习中 你能找到乐子吗 兴趣吗 爱好吗 满足感吗 成就感吗 没有呀 对不对 你觉得没有任何意义 那我觉得就是说 关于历史啊 你听中共的这一套 那我估计都得给这个毛泽东下跪 给这个周恩来下跪 他们可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啊 都是一团狗屁 你只有说啊 这个出了墙以后 翻一翻真正的历史的 真实的近现代历史书 你才能够去还原一些历史的这个真相啊 当然我说的这个可能有点极端 那你从小学到高中 真正有意义的是什么 我觉得 其实就是英语啊 我觉得 只要我说什么有用 我就是还比较感谢学了英语 那学了英语 我才能够了解外部的真实世界 那至于你说什么 弹数几何物理化学这些东西 于我而言啊 并没有太大的意义 尤其是在这个思想上 精神上和思维的塑造 没有太多的这个意义啊 我觉得就像一个这个正常的教育 你得保证 一个人他能使用自己批评了才能 能criticize啊 我就是看到什么不对 我可以批评 昨天呢 还有人说我说你一个英国人 天天说中文 哔哩巴拉的 有本事你英语英文说呀 对不对 然后呢 就是说 说我啊 天天就是不操心英国的事 操心中国的事 那我觉得你看 你就忽略了一项 一个人最基本的才能 就是批评的才能 那保证自己独立思维 独立批评 对吧 保证我自己做出独立的判断 那美国的中小学 他入学的时候 就有一个宣誓啊 就是说 要保证一个这个学生 可以批评 可以有独立的思考 可以接受教育 可以做出独立判断 这就是人家的这个学校里头 课程培养当中的一个核心观点 就是培养独立思想和质疑精神 那也是这个发达国家 像美国 他能够强盛 能够出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啊 那如果都像我们似的 遇到这个实力长劫宋总理都哭 遇到这个毛主席这个去世都得哭 遇到习近平上台都得笑 就这种僵化的反应 你就很难出人 对吧 那企业家创新精神的本质是什么 其实就是独立之思想和质疑之精神 以及自由之批评啊 那你通过这个家庭教育 学校教育 人和人之间的教育 去打造一个具有独立思维和精神的人 那怎么说呢 就是我还是要感谢这个互联网时代啊 也感谢我自己出墙早 我能够接触到这些什么 亚当斯密 哈耶克呀 米塞斯呀 这些各种各样的先哲的名字 著作和思想啊 真的去引领我的这个思维 进入到一种深度思考的地方啊 而不是天天读中国这些洗脑课本 思想政治教育 人家这种东西真的是读久了以后 把人都给读废了 那反而是这些西方的先哲啊 通过阅读他们的书 重新他开启和思考我 思考就是让我建立了一个逻辑的大门啊 那中国目前的这个教育环境如何呢 到底能教育出多少有独立精神的人吗 那有些人说了 说哎中国这个教育嘛 你要有独立之精神 要不你就是在国外 要不你就是调整一下这个自己的思想 不要反动 因为在中国独立之思想 被我这个我党定义为反动之思想 对吧 那就是说越独立越有思想越反动啊 那怎么说呢 就是你通过一些不同的信息渠道 去冲出思想的围栏啊 有当然有这些人 但是我觉得肯定是很少的一部分 大部分的人就是一批又一批的啊 一批又一批的复制啊 然后生了小的再复制 一批一批的在这种信息的闸门中 这种平平庸庸庸庸碌碌碌碌对不对 所以有一些时候其实缠战挺感慨的啊 就是能读自己喜欢的书 能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其实在中国不容易 你看到没有 我今天在中国的一个社交网站上 好像是叫马关小学吧 那儿的一个小学 这个墙上刊登了一个报告 说如果同学发现有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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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样的书籍啊 这些书籍是禁止阅读的 请向班主任举报 那后来呢 我看了一下 其实就像我说的这种西方哲学家思想家的这些书 在中国的中小学小中学和高中中是禁书 而且只要你看见的 你就要举报啊 那最近呢 你看到没有 还有很多中共的党的领导干部 都有的都是厅长 这级别挺高的 因为什么落马了 因为读了违规书籍 我都是当时特别想说 他们读了什么书籍 可不可以拿出来 对吧 咱们一起分享一下 看看什么是禁书 如果你说是禁书 你可不可以把这些禁书列个表 对吧 你装定一下 你让我们背一背 你又不说哪一些是禁书 但是你说读了思想不正确的书籍 是不是只要不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思想 都是这个异端 是不是只要不是歌颂的书籍 都是禁书 是不是只要批评的言论 都是反动 是不是所有不赞美的声音 都是这个不支持 不歌颂 不好的 所以有一些时候呢 我也迷茫了 你问我在中国这个墙内 如何反洗脑 我觉得唯一的方法就是 除了考试上学之外 如果经济没压力 多买几本书 然后呢把孩子送出去 只有这样的话 这个人他才能会有不同的角度 否则你一提习主席 习主席好 一提这个周总理 周总理好 一提毛主席 毛主席好 那如果是给我 我就会说好什么好 他们这些人 个个都是魔鬼 好吧 说这么多 拜拜 拜拜